我还是想要对你好 想直接相信此刻安静是因为 哈喽大家好我是Sofia 那今天呢我就要来跟大家说说 我平时是怎么记账的 那因为我大学第一年我是没有记账的习惯 所以我就会出现那种账目混乱啊 要不然就是每次一打开钱包就会 哎怎么好像少了几张这样子的感觉 所以呢我在大学第二年的第一个学期 我就开始记账 好那应该是今年的四月或五月这样子 我就开始记账啦 那之前呢我是用另外一本 就是用另外一本普通的那一些练习本来写 所以呢我是需要画线还有就是填那些东西什么的 那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太麻烦了 所以后来我看到美根的YouTube有介绍这一本 Muji的记账本 然后我就跑去买来试试看 结果一试 发觉哎真的超好用的 那他好用的第一点就是他不用画线 他线条已经给好你了 连分类也给好你 你只需要把你要的分类 把你要的分类填进去就可以了 就像这样子那我们现在来开始 我先说我的前期准备好了 因为我每一天都有用钱 谁每一天不用钱啊 我觉得记账对大学生来说是蛮重要的 当然对中学生或其他其他各个阶层的人 是都蛮重要的 可是我觉得在大学记账是一个must啦 因为大学你开始学习治理生活 那你那些日常用品啊交通住宿文具 饮食那一些都是自己出钱 然后你要自己管理那一个零用钱的时候 你就会出现许多麻烦 因为你那些钱一直出一直出 然后呢你又没有那种意识 没有那种记录 就是止值的那种记录 所以呢你就会好像 很多时候都会觉得这么有钱越来越少 可是你明明好像没有用那么多 所以就是 我觉得从现在开始养成这一种记账的习惯 对以后你出到社会 或者是已经在社会的你们 如果养成这种习惯的话 我觉得你们至少对你们金钱的那一种掌控 会比较好一点点 那你也不会觉得 哎为什么我明明没有用那么多 可是还是钱那么少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开始说一说 我记账的那一些步骤 那首先呢我就是会用这一部手机 那因为每一个人每一天都要用钱嘛 那我也是每一天都要用钱 所以呢我平时在学校的话 我就会好像 好像今天的午餐我用了四块半好了 那我就会打开我的那一个计算机 然后呢我就会按四块半 然后我就会退出 然后过后到我晚餐的时候 或者是我在那个便利店买了什么东西 然后呢我就会立刻打开我手机 然后打开我那一个calculator 再加好像我晚餐我吃了六块半好了 我就加六块半 然后呢就这样子一直加一直加 一直加一直加一直加 然后到晚上的时候 我要睡觉的时候 然后我就要记下来嘛 然后我就会按一个等于 然后好像就写我今天用了19块 然后我就把19块写进去 这样子 好 那第二个方式呢 就是好像如果我 Sandbreak回家的时候 我不会把这本书带在身边嘛 然后我每一次出去玩的时候呢 我就会打开我的google keep 对就是打开我的google keep 对就是打开我的google keep 然后呢我就会好像用 记着就这样子记录的方式 把我所有的花费记下来 然后我觉得有一点蛮重要的就是 你一定要在你每次用完钱过后就立刻记下来 不然呢如果你的脑袋是跟我一样是金鱼脑袋的话 你可能就是到晚上你想要记起来 你到底用过多少钱的时候可能会有漏掉 然后你就觉得你的余额怎么差那么多 那这种现象在我身上也是时常发生啦 那我们现在就来进入第二个阶段 就是晚上你要睡觉之前 然后呢你要写日记写手帐什么的 那个时候你就可以把你要你今天的花费记下来 那我就拿这一这两页为例好了 好那你可以看到他这里是收入支出 残高明细那这是日文 然后这一个是他的分类 就是你每一天用钱的分类 那这里就是有几月这样子 这是2017年6月 然后你就在这里写日期 写完日期呢你就写你收入 那因为我就是照一个星期一个星期 这样子拿零用钱 所以呢我就是每个星期的开头 我都会把我的收入拿到零用钱记在这里 然后就支出我每一天用了多少钱 然后余额 然后名戏就是你想要特别记录你这一天把到底把钱花在哪里 就好像我去看了一场电影 然后呢这个电影不在我日常当中 他是算是特别出来的一个娱乐板块 然后就会写在这里 就像这个社团的绘服 那平时我不会花到这笔钱的嘛 只是这个是特别的 所以我就把它写在这里 然后这里的分类是我自己分的 那你们也可以根据你们生活到底比较常用哪一类 比较常把钱花在哪一类上面而分 那我就有饮食交通 杂用杂用就是日常生活的那些用具啊或者是文具这样子 然后衣服其他其他就包括 电影票啊 停车场费啊 然后还有其他的比较个社团的绘服这样子 那存款存款就是我会把每个星期用下来的钱放进存款里面 这样我就有存到钱这样子 那这个存款我是很少会动到他的 除非是我要假期了 然后我要出去玩 然后钱不够我就会这样子拿来用 那嗯好我大概就 那现在呢我就要来说那些特别的颜色的那些用意 颜色我选择的都是红色 红色highlight跟红色笔 那你们也可以用你们喜欢的颜色啦 不一定要跟着我 红色的highlight笔呢 我每次highlight的话就是好像我欠谁钱 然后我要还这样子 所以我就会特别画那个红色 我就会记得我要还这个人钱 这样子然后每一次呢 我当我还完钱我通常都会在旁边打勾 但是这四个我都没有打 这里我就有打好像 嗯还了钱我就会打勾这样子 我还有一些小记号呢 嗯我跟你们说说好了 那这一个s的话 就是我这个收入呢 我是从我的存款里面拿出来用了 我就从我存款里面拿一笔钱出来用的话 然后我就会把这个存款放进这个收入里面 然后我就会画一个s 然后这个p的话就是我的银行卡 如果我从我银行里面拿钱出来用 我也会放一个p在这里 然后我就可以refer去我后面的那些特别的栏目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符号就是挂糊 那这个挂糊 则是在我的记账粉里面超常见的 因为好像如果我这样子一个星期这样子算下来 我现实生活中剩下的钱跟我算到的那些树目是不符合的话 我就会在旁边挂一个壶 这个是现实生活中的那些钱 然后这个是我算到来的那些树目 那我现在来讲特别栏目 特别栏目给你看 给你看存款好了 好 那如果是特别栏目 就好像银行卡存款 还有一个是我最近拿到卡西刷的 看到卡西刷的那个栏目 好我就会把它用红色的笔在左上角那边写 这个是什么特别栏目 然后呢 在这里呢我就会写我进来的钱跟出去的钱啊 当然 那这个进来的钱就是我的存款 那这里呢 它跟前面是可以对照的 就好像我 我这里的存款 然后呢 我就会把它顺便填进这里 所以呢我就很清楚 我到底存了多少钱 然后呢 每当我是直接拿来用 还是我 从这里搬到我日常花费里面我都会写下来 嗯 然后不确定的呢 还是需要就是 但是 好像这一个是我刚刚sand break完 然后我sand break的时候 我是没有带这本书的 所以我就把它记在手机里面 然后把它搬过来 但是我又怕我算到来的数目不对 所以我就先用铅笔这样子写 然后mustle就是 嗯 进进的意思 然后 因为我有一个盒子是装那一个存款的 所以呢我每次写mustle就是代表它进了那一个盒子 这样子 yeah 我这样讲你们应该不会乱吧 会乱吗 好那我现在要来讲收据 那 嗯其实我的收据不是很齐整 就是我所有花费 我不是很在乎收收据这一环 但是如果有收到我就会把它收起来 然后把它塞进这本书里面 那我的收据是以一个月一个月这样子来combine在一起的 那我已经是收集了一个月就是想要combine给你们看 嗯 好等一下先啊 好那这些是7月的收据 那我现在就要来combine给你们看 那其实我combine收据其实也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很大的那一个用处 但是因为我的花费都是小花费就是好像去吃东西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没有没有什么特别啊 因为你们每次拿到收据肯定都会丢嘛 但是你就想说把它收起来吧 就这样子 好那你可以看到现在我是已经是把它弄平整了 应该 然后呢我就会用这一个stapler这样子夹在一起了 我就会在它的这一个旁边写上它的月份 好我就写Julay好了 然后我写好了我就会拿这个信封 那这个信封是我特别收收据的一个信封 所以我所有的收据我都会把它收进这里 那这个是6月的 6月的收据 所以呢我现在就要把它收进信封里面啦 好那我们一个月的记账就这样子结束了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 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在下面留言 因为我觉得我讲到蛮乱的 但是我希望你们懂我在讲什么啦 如果不懂的话可以问我 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